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香港航空联合赞助播出 爱与欢乐 各位观众晚上好 欢迎收看12月25号的凤凰美洲新闻 首先代表凤凰卫视每周台 祝福大家圣诞快乐 新闻带您来关注 圣诞佳节期间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及美国总统特朗普 都纷纷发表了圣诞讲话 祝愿民众节日快乐 60年前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发表第一次圣诞电视讲话 60年后 女王警守传统发表讲话 送出圣诞祝福 同时感叹科技发展迅猛 岁月不留人 伊丽莎白二世还赞扬今年 遭受恐袭的伦敦及曼特斯特民众 表现勇敢团结 并罕见地提起丈夫菲利普亲王 称赞对方的支持和幽默感 另一边 美国总统特朗普及第一夫人梅拉尼亚 当天通过白宫视频 发表圣诞贺词 祝福国民节日快乐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圣诞佳节其实不止一种的庆祝方法 多地就以独特的方式欢度圣诞 并传播充满欢乐与爱意的节日精神 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圣诞保留节目 是一年一度的冲浪圣诞老人活动 在可可比奇市的海滩 圣诞老人们跳下雪橇拿起滑板 享受乘风破浪的乐趣 活动组织者说 圣诞老人在满世界奔波前 喜欢在这个冲浪圣地放松一下 去年就有650名圣诞老人闻风而至 更有8000多人一起狂欢 今年也有数百人盛装打扮 在大海与音乐的陪伴下欢度佳节 北约诸阿富汗部队 则在首都喀布尔的基地里 迎来了传统的伙计大餐 士兵们头戴圣诞帽 举杯庆祝节日 挂满圣诞装饰的餐厅 加上圣诞老人的出现 增添了浓厚的节日气氛 有士兵表示 今年不能跟家人一起过节 十分挂念 英国铁路公司员工 在圣诞节利用关闭的伦敦 游士顿地铁站 为200名无家可归者提供圣诞餐 活动得到慈善机构与公司的响应 参加者还能领取睡袋 手套等预含大礼包 意大利罗马也为数百名移民 平民以及无家可归者 举办了年度圣诞午餐 组织者表示 这也是在响应 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的呼吁 帮助有需要的人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广告过后 我们来看更多的消息 欢迎回来 我们来看今天来自美国各地的简讯 圣诞节期间 总统特朗普向驻扎在全球各地的美军 发出圣诞祝福 他还同夫人充当接线声 聆听小朋友的圣诞愿望 特朗普夫妇各自拿起听筒 凝神细听 电话另一端 不是哪位国家元首或他的夫人 而是一群关心圣诞老人去哪的小朋友 有小朋友说 希望收到积木作为圣诞礼物 特朗普则说 他的圣诞愿望是国家和平 还邀请了一名小朋友去白宫玩 这条热线属于北美防空司令部 自一九五五年起 他们每年都会模拟追踪 在平安夜满世界跑的圣诞老人 他们利用卫星系统 高功率雷达与战斗机等 密切关注圣诞老人的行踪 并建立了一个网站及客户端 让人们可以看到圣诞老人的具体位置 同时 北美防空司令部还会向附近的飞行员 发出警告 让他们避免干扰到圣诞老人和他的驯鹿 十二月四号发单于加州南部文图拉县的托马斯山火 一演变成该州自一九三二年有记录以来的第一大山火 截至目前山火已有百分之七十得到控制 加州森林消防部门称 托马斯山火的过火面积已经超过两万七千三百英亩 自山火爆发以来支付的相关费用一累计达到一点七七亿美元 前后共有十万以上的居民被迫疏散 而随着最近几天受山火影响地区风力减弱 温度降低 适度增加 肆虐加州南部地区近二十天的托马斯山火已经得到有效控制 消防人员在山火边缘扩建了隔离带 火势蔓延情况已经基本停止 此前下达的疏散指令和预警已经全部解除 但人有约两千八百名消防人员还在继续灭火 据消防部门预计 托马斯山火可能将于明年一月七号左右被完全扑灭 许多地方居民自发组织对消防员们表示感谢 并挂起了感谢标语 圣诞节到来 远段将至节日氛围或难掩恐袭担忧 美国国土安全部于近日发布公共服务通告 呼吁民众在节日期间出行购物和聚会时保持警惕 拉斯维加斯在今年十一月发生伤亡惨重的枪击事件后 国土安全部将拉斯维加斯节日期间的安保等级 从往年的二级升级为一级 而在纽约市 由于在过去两个月内接连遭受两起恐袭 该市现已加强安保 并计划在市区增派上百名安保人员 另外在华盛顿 由于美国国家大教堂此前成为极端组织发布的恐吓海报的背景 华盛顿特区对教堂特别采取了包括禁止游客带背包入内的额外安保措施 在旧金山 联邦调查局于近日挫败了一起准备在圣诞节期间对该市进行恐袭的图谋 抓获了一名犯罪嫌疑人 并在此事之后增加了城市的巡逻警力 司法部长塞森斯就此发表声明赞扬联邦调查局特工的表现 并表示美国面临严峻恐怖主义的威胁 执法部门需一直保持警惕保护国家安全 今年10月首批美国波士顿城县地铁车在中国长春下线 这也是中国首批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美国标准地铁车 而近日这批车辆已经运敌美国马萨诸瑟州 当地交通局特意在推特上进行了展示 这批用来试驾的四辆城县地铁 进上海港到新泽西港后 运到马萨诸瑟州交通局的厂房 专业人员已开始在厂房内进行检查 并会在六辆试驾车全部运来后再进行数月的测试 中国中车在美国投资新建的制造基地 预计将于2018年初投入使用 按照计划 波士顿地铁后续车辆将会实现本土化生产 根据预计 全新陈线将于2019年投入使用 红线则要等到2020年 在1897年投入使用的波士顿地铁 是美国第一条地铁线路 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 我们来关注一下来自中国两岸三地的短消息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近日对四号农村路建设做出指示 交通运输部在25号召开了全国交通运输工作会议 传达学习习近平指示 研究部署贯彻落实相关工作 习近平强调近年来四号农村路建设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 为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带去了人气财气 也为党在基层凝聚了民心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做出批示 要求认真总结地方经验 进一步完善政策和工作机制 有效提升农村公路建设管护和运营水平 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推动农民脱贫致富和加快农村农业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近日在访问当中展望明年的外交工作方向 他表示中国明年将全力办好四场主场的外交活动 又会推动中美关系健康发展 保持中俄高水平的协作等 展望2018年的外交工作 王毅表示中国将会和世界各国开创合作共赢 他也表示中国在2018年将全力办好四场的主场外交活动 当中包括博敖亚洲论坛 上海合作组织分会 中非合作论坛 以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王毅又说 中国将落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成果 建设论坛的后续机制 全方位发展一带一路 中国又会深入参与全球治理 而回顾2017年中国的发展 王毅表示 中国成功举办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新称各国合力推动一带一路的国际共识 又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合作 取得新的突破等等 台湾领导人蔡英文强推一连串改革 引起社会争议 最新的民调显示 她的民意信任度只剩下32% 创上任以来新低 而她日前提到台湾低薪问题 提出梦想中的最低工资是台币3万元 更是引起岛内嘲讽 蔡英文25号在新竹出席活动 再次提到 要让台湾的年轻人 有好的工作机会不再低心 而台湾青旅媒体25号公布 12月份的民调结果 仅有三成二的台湾民众 表示信任蔡英文 创下她上任19个月以来新低 市政不满意度达到6成左右 只有2成7的民众满意她的市政 而且20到29岁的阶层中 有过半人不信任蔡英文 也显示民进党的年轻选票 正在逐渐流逝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好休息一下 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财经消息 财经方面 美国跟欧洲主要的股票市场 都在圣诞节期间休市 美国华尔街会在26号开盘 而英国 法国与德国市场 会一连两天休市 到27号才开盘 那让我们来关注一下 世界各地的全球财经指数 我们才能够投入 社区方面 北美洛杉矶华文作家协会 于12月24号在阿凯迪亚市 举办了一场大型圣诞新年联欢会 现场气氛欢乐温馨 联欢会现场热闹非凡 包括会长彭南林 副会长周玉华在内的 近百名会员和贵宾出席了联欢会 会上的节目丰富多彩 会员们带来了歌曲演唱 诗歌朗诵 小提琴 二胡演奏和鼓针弹唱等 还有洛杉矶著名的金剧表演艺术家 张庆平现场演唱金剧 更有歌唱家们为大家带来精彩表演 洛杉矶艺文界的知名人士们 还为活动提供了精美礼物 前会长陈时美还特意带来 南加华人30年史话 作为活动抽奖环节的特等奖 就鼓励大家写作 我们也会今天也会招募一些新会员 那老会员呢我们就鼓励大家 今后就是情与彼根 努力除了工作除了学习以外 包括退休的人员也鼓励大家 努力的写作 写出新的作品 写出筷子人口的作品 会长彭南林致辞对大家的到来表示欢迎 并总结和回顾了2017年度 北美洛杉矶华文作家协会的主要活动 希望在海外做优秀中华文化的传播和推动者 弘扬中华文化 凤凰卫视实习记者音乐洛杉矶报道 近日中国著名的书画艺术家 现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郝志国 在洛杉矶中华艺术宫 举行了北美工作室挂牌庆典仪式 在20名美国各族裔孩子们欢快的新年快乐声中 郝志国作品展及郝志国北美工作室的挂牌仪式 拉开了序幕 吸引了美国的政界民选官员 乔介领袖等200多人参加 并由洛杉矶书画艺术家们共同上台表示 海外艺术家和艺术爱好者的心声 郝志国还现场辉豪作画 和画家鲁安 周平光 庄景辉 孙小华 共同完成了一幅作品 赠送给美国中华艺术工永久收藏 这次画展呢我带了总共100副100剑作品 可以分为几个系列 一个是勇敢师父佛像系列 一个是青岛老建筑 还有法国古建筑系列 还有人物显身系列 还有高师侍女系列 有这个书法系列 都是自己积累多年的一些作品 书画艺术家郝志国 在传统的中华水墨画方面 达到了很高的艺术造诣 同时在彩墨画 木板画和书法艺术方面功力非凡 他用彩色的画笔 讲述了中国的故事 向世界传播了中华文化的精髓 此次艺术展览将一直延续到明年1月初 他的这次带来的作品实际上是真正秉承了中国的文化传统 是我们中美民间的文化交流者 也是传承文化传统的继承者 庆典活动中 洛杉矶国翠京剧艺术学校表演艺术队 和来自中国四川的长湖艺术表演者 郑测也上台演绎 为节日前的好之国作品展 和好之国北美工作室的挂牌庆典 增添了欢乐的节日气氛 凤凰卫视实习记者音乐洛杉矶报道 最后让我们来看一下 未来24小时的全球天气情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了 以上就是这节新闻的全部内容 更多的新闻请登陆凤凰新闻微信平台 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有一个温馨快乐的圣诞节 凤凤美洲新闻友 长荣航空 A Star Alliance Member 老力是华人独家代理 李新华匪罪金城 中国东方航空 全新启航 静后您到来 让充满回忆的车子和房子 获得应有的保障 Stay Farm让您稳健一生 香港航空 联合赞助播出 明镜与点栏目 我也没有保障 两个别人 世界第一次 这次发生了 档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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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档 interrupt